杜兰特在2017年至2019年间加盟勇士 让勇士一度成为有史以来最顶级的球队 可以说当时的勇士宛如梦之队 如果太阳本赛季未能拿到总冠军 甚至没有进入总决赛 那么重组基本没跑了 赛季打到现在太阳的情况完全不符 赛季出的预测 基本偏离了轨道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杜兰特的挫败感 本赛季加上计中赛和常规赛 已经接近一半的赛场 太阳和勇士的战绩都不尽如人意 太阳尽管有三巨头 而且杜兰特可以场均30.9分 投篮命中率52.13分 命中率47.3% 但太阳的战绩却也仅仅算得上 二流中档球的水平 估计用不了多久 杜兰特就会对球队感到沮丧和不满 与此同时勇士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曾经的王朝也面临着垮台的风险 这个时候如果勇士最终交易掉格林 那么杜兰特极有可能重返勇士 为湾区打开新的局面 今天球哥就来分析一下 杜兰特可能重回勇士的十个原因 视频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 请喜欢的朋友点赞 不喜欢的朋友直接开盆 第一 勇士体系对于杜兰特来说是完美的 无缝气和的球队体系 同时有库利这样一位全联盟都想要的 顶级得分后卫 勇士这支球队在科尔代队下 一直强调球权共享 进攻平等参与 而且球队氛围非常和谐融洽 保罗的加入就是力政 这与目前大多数球队单一进攻 配置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拥有库明家 维金斯 汤姆森等一众实力干架 可以确保杜兰特在正确的体系下打球 同时勇士队具备集体贡献 优于以个人为中心的打球风格 不会过度依赖超级巨星 更多情况下 可以为顶级巨星 允许轮休和调整的时间 在这种健康的球队体系打球 对于马上36岁的杜兰特来说非常重要 此外勇士的场军助攻数 在NBA球队中排名第六 远远超越助攻数排名第16的太阳 太阳助攻如此拉快 杜兰特还能保持场军30分 如果到了勇士 又将掀起新风训 第二 克尔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无论杜兰特得分多么差劣 但有一点需要关注 那就是杜兰特在情感和心理方面 需要得到一些辅助 而克尔又极其擅长 情感和心理层面的辅导 他完全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杜兰特 而这一点也正是杜兰特所需要的 整个联盟几乎都知道杜兰特的情绪特别敏感 而克尔善于为类似的球员进行心理疏导 这让杜兰特能够在没有过度压力的情况下健康打球 太阳主教练沃格尔虽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 但是对防守的要求更高一些 必然会给杜兰特更大的压力 不可能像克尔那样担任球队的心理导师 克尔的这种经验估计要追溯到 被禅师菲尔杰克逊执教师学来的 当年的禅师就是一位顶级育人大师 善于通过心理战术来管理球员 罗德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 库里和杜兰特是完美搭档 17-19赛季 库里和杜兰特都作为球队的顶级当家人 库里甘愿无私让出球权 当时的勇士无论取得了怎样的荣誉 都会张开双臂与杜兰特分享 在拿到两个冠军的同时 整个球队仍然是拥有一种互相尊重的氛围 这一点与库里的无私有直接关联 库里这样的球员 此外库里的无球能力和出色的拉开空间能力 可以与杜兰特的持球单打完美互补 打造出一队超级巨星后卫组合 这样的组合也会让所有球队脑人疼 再看一下库里本赛季的表现 场均贡献28.3分 三分命中率为42.1% 这意味着球场上将完全为杜兰特拉开空间 综合来看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 库里和团队都是杜兰特重返金州勇士的理想选择 第四勇士队的管理做得不错 勇士做一支顶级球队 以其一贯的和谐文化团队篮球 欢乐篮球氛围而闻名 另外勇士队在过去十年中四次夺得总冠军 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夺冠经验 虽然太阳也是一支优秀的球队 但管理层一直存在不和谐因素 这主要源于前任老板罗伯特萨弗 而目前的心经空间和阵容建设方面都不是最好的 目前的格林非常有可能成为杜兰特回归的砝码 两人无论在性格和打球风格上都存在差异化 这些问题一度导致二人发生口角争执 从而让杜兰特被迫离开 我们都知道格林的性格对比鲜明 喜怒无常好斗爱说话 喜欢喷而且不分场合不分人 而杜兰特则冷静坚韧平和 这样后场组合对于球队的化学反应是极为不利的 勇士和格林分道扬镳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勇士完全可以为杜兰特的回归铺平道路 并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球队去冲击总冠军 送走格林也不会面临再一次的心经争吵和威胁 将年满36岁的杜兰特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去一支整体非常和平 而且又具备冲击冠军的球队 而勇士则恰好如此 杜兰特的职业生涯截至到目前只在勇士拿过冠军 而且连续三年闯入总决赛 并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总冠军 2012年在雷霆时第一次进入总决赛 却输给了由詹姆斯带领的迈阿密热火 可以非常确定地说 杜兰特的冠军血统大部分来自于金州勇士 杜兰特两次总冠军 两个FMVP 13次入选全明星 10次入选MV最佳阵容 和4次得分王头衔 这些数据虽然能证明他是伟大的球员 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增加冠军数量 和巩固自己的历史地位 似乎只有重返勇士才有可能延续 第七 勇士欢迎他回来 如果杜兰特重返金州勇士 那么一定会得到勇士乃至球迷的强力支持 勇士的球迷在联盟里是出了名的热情 再加上杜兰特在2017年和2018年帮助球队 连续夺得总冠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两次获得FMVP 但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在19年杜兰特离开勇士的时候 无论当时有多么大的不愉快 当你回归时 那只球队就会像家一样欢迎你 这一点看下詹姆斯当年离开骑士就能明白 老板发生讨伐詹姆斯 球迷捎球一 但是当詹姆斯再次重返骑士 并且带回一个总冠军的时候 却再次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第八 不再有主角的压力 再次回到金州勇士 意味着杜兰特可以摆脱作为主角的压力 而杜兰特在金州的两年也曾明确表示 不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 这跟他的性格也有直接的关系 类似于安东尼不是特别愿意发声 性格稳定 现在随着库里已经非常稳定的 成为勇士当家人 杜兰特可以专注成为球赏上的超级得分手 无需承担球队领袖的压力 第九 为拯救王朝赢得荣誉 随着库里年龄增加 明年也将迎来36岁 再加上汤姆森投篮不稳定 这也镇压第二次命中率低于40% 格林命中率下降 威军斯的拉胯表现 场均12.3分 三分命中率30.0% 以及总经理鲍勃·麦叶斯的离开 整个勇士王朝逐渐走向衰落 如果杜兰特在这个时候重回勇士 将很有可能被计入勇士队历史 杜兰特之前曾两次夺得总冠军和总决赛MVP 在这个时候 他有共同策划一场复兴的实力 球队73胜9负的巅峰时期却没拿到冠军 杜兰特加盟进来就连续两年冠军 到如今整个勇士队都处于挣扎边缘 如果这个时候杜兰特再次重新回到勇士 通过回归为勇士再添一座总冠军 那将彻底改变杜兰特 杜兰特重返勇士 那么勇士会立刻变成一支冠军球队 在2017、2018、2019这三年期间 勇士因杜兰特的加盟 球队整体实力无论是常规赛 还是季后赛都是毋庸置疑的 横草联盟所有球队 我们一起来看这些数据汇总 2017年在杜兰特的带领下 勇士赢得了67场比赛 在季后赛中取得了16胜一负的战绩 最终赢得总冠军 2018年赢得了58场比赛 季后赛战绩16胜5负 击败骑士再次夺得总冠军 2019年勇士队赢了57场比赛 季后赛战绩为16胜8负 但在NBA总决赛中 输给了伦纳德领军的多隆多猛龙 如果今年杜兰特再次加盟勇士 在西部只有未免冠军金块有威胁 勇士完全可以横扫其他球队 至于东部 雄鹿76人和热火 勇士在此前已经证明了 他们有能力战胜这三队 今天球哥分享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